位于乌落蓄水池榜额的Sparkle Tots学前教育中心 发现一起关病确诊病例 从即日起关闭到这个月的15号 另外 玉郎先驱初级学院的两名食堂摊贩也确诊 学校因此提前两天关闭 学生从明天起在家学习 幼儿培育署发文告表示 新发现的确诊病例的Sparkle Tots学前教育中心 位于后岗石道第414座组屋 染病的是在中心内为部分学童提供语文辅助学习的人员 他上星期三最后一次到中心 当时身体没有异样 但在隔天出现症状 当局已经要求这家学前教育中心暂时关闭 进行全面的清洁和消毒 并在这个月16号局部恢复运作 服务在必要领域工作的家长 另外 玉郎先驱初级学院的确诊的两名食堂摊贩 在同一个摊位工作 他们上周四最后一次到学校的时候健康状况良好 校方表示 卫生部专家认为 曾光顾受影响摊贩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感染病毒的风险不高 但他们还是决定今天清洁和消毒校舍 因此提前一天让学生开始在家学习